就在国际关注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同时 中国辽宁马三家劳教所的酷刑黑幕也在世界各地曝光 有多家国际主流媒体都予以广泛的报道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日前就此举办原桌会议 讨论中共劳教制度的黑暗 以及美国如何敦促北京当局废除劳教 出席国会圆桌会议的法律学者表示 从1950年代中共就模仿前苏联 建立了劳教制度 这种制度不但不符合国际人权标准 而且违反中国宪法 目前 劳教系统除用来处罚轻微犯罪之外 还被用来打压不同政见者及法轮功 圆桌会议上还播放了揭露马三家女子劳教所黑幕的纪录片 《小鬼头上的女人》 今年年初 中共官员表示将对劳教制度进行改革或取消 不过 余会专家认为 这种改革的说法并不可信 官方很可能会用其他手段取代劳教制度 学者呼吁奥巴马政府应在美中对话中 对劳教制度表示关注 美国国会也应立法 对犯下酷刑和强制关押等罪行的人权恶棍 采取禁止入境和冻结财产的惩罚 这是新唐人记者王凯迪 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